所以我看一下說明書看起來 所以我看一下說明書這兩 所以我看一下說明書它的 所以我看一下說明書它的規格上面 所以我看一下說明書它的規格上面其實蠻省電的 這樣子一個才2.5瓦以內 所以你如果用正常的像是NPF電池在攝影 稍微看一下說明書它上面的電力 稍微看一下說明書它其實蠻省電的 稍微看一下 稍微看一下說明書它其實蠻省電的 它接收端跟發送 稍微看一下說明書它其實蠻省電的 它接收端跟發送端最大只會用到2.5瓦 2.5瓦其實非常非常省電的圖傳來說 你看像這樣子一顆大概20幾瓦小時 你可以用10個小時 除了用攝影 除了用相機這種NPF電池以外 它還可以用USB Type-C來供電 USB Type-C 除了用這種相機的 除了用這種相機的NPF電池以外 這個圖傳除了用這種相機的NPF電池以外 你其實也可以使用你的行動電源 也可以來供電 那你正常一個行動電源大概是 1萬的 如果是1萬的 大概也是可以用10個小時 所以真的非常省電 你只要用這樣子 輕鬆的裝上 USB Type-C 我們就可以持續使用10個小時 太厲害了 這個 無線 這組無線圖傳除了用這種 Sony NPF的像 這組無線圖傳除了用這種相機的NPF電池以外 它其實也可以用 我們可以使用行動電源來供電 這組無線圖傳除了用NPF電池以外 這組無線圖傳除了用NPF電池以外 我們其實也可以用我們平常手拿到的 這組無線圖傳除了用我們這種Sony NPF電池以外 我們其實也可以使用行動電源來供電 就使用我們剛剛的USB Type-C 接上來 我們一個小小的這樣的無線 無線 Key 這組無線圖傳除了像剛剛用的NPF電池以外 其實也可以使用我們的行動電源來供電 我們只需要用USB Type-C 接上來 我們這種10000mAh的 行動電源也可以用10個小時 如果 理論上是可以用10個小時 這組無線圖傳除了使用這種Sony的NPF電池以外 它其實也可以使用我們的行動電源來供電 我們只需要接上USB Type-C 這樣子小小的一個行動電源 理論上 看數字的話 也可以用10個小時 這組無線圖傳除了用這種SonyNPF 那這組無線圖傳除了用剛剛的SonyNPF 那這組無線圖傳除了用剛剛的SonyNPF電池供電以外 它其實也可以使用我們的行動電源來供電 我們只需要接上Type-C的 充電線 我們這一組 小小的電池 也可以使用10個小時 所以就這樣 整 真正 那這組無線圖傳除了用剛剛的SonyNPF電池供電以外 它其實也可以使用我們的行動電源來供電 那你只需要接上USB Type-C這樣子插著 你這樣小小的一個行動電源也可以持續使用10個小時 這真的太省電了吧 謝謝 來 我們是不是開麵了這樣 那你看 對 才在小小�子 dependency 那 是 商壟 在那邊 是 所以 , 抓住 , 放入 , 放入 , 放入 放入 , 放入 放入 我先放入鞋子